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萬一很不幸的遇到車禍該怎麼辦 車禍不是被人家撞就是撞到別人 兩個都很不幸 那第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跟很多觀眾分享 發生車禍不要緊張 先打電話請警察過來 有時候我們最忌諱一件事情就是說 看對方沒有怎麼樣 就這樣子離開現場 很容易會被追究一個法律上叫做造勢逃逸的責任 你會說我看他就沒有怎麼樣 或者是我有問他說你要不要叫醫生 他都不以為難不了咬之啊 可是問題是如果對方這時候跑去報警 然後跑去那個就醫 這時候因為這個造勢潮逸他是公訴罪 而且他的法定刑是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遇到車禍的第一件事情 不要慌張 馬上報警 然後請救護車 就算沒有人受傷也要報警 那報完警之後會製作一個警巡筆錄 警察局這邊會做一個 交通隊這邊會做一個筆錄 這時候各位觀眾要特別注意 刑事上的告訴權是只有六個月的期間 並不是說你在警察局做完筆錄 法律上你就是所謂提出告訴 你必須要提出 跟警察局正式提出一個告訴 取得一個報案的證明 或者是到地檢署案名聲告 或者是寫一個刑事告訴狀 來去向地檢署投遞 做一個告訴的表示 那這個告訴呢 它是一個法律上的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表示說我要追訴他的刑事責任 那因為這個車禍一般來講 土通傷害最好 或者是過失傷害最好 他的這個告訴期間是只有六個月 這個要特別跟觀眾朋友報告 除了刑事責任以外 當然就是有民事責任 在這個地方 律師的建議是 可以先試試看嘗試調解 那我們建議的調解方式是 可以到法院來申請調解 那法院調解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說 雙方只要一做成調解筆錄 比方說對方他答應你 說他要賠償你多少錢 或者是說他一時片刻 沒辦法拿出那麼多錢 他需要分析 比方說對方答應你說 我要賠你二十萬 每個月賠你一萬 好這個寫成調解筆錄 在法院 因為法院都有這個 法律專長的調解委員 好然後這個調解筆錄 也都會經過 那個事務官或者是法官的審閱 所以呢常常這個調解筆錄 會比較完整 會特別註明說 一期到期衛護 視為全部到期 或者是再約定一個說 你如果持付的違約金 好像這樣子的約定呢 在法律上來講呢 好他就可以去強制執行 本身調解筆錄 他等於確定判決 他法律上來講呢 他就是一個執行名義 當對方如果沒有還你錢 原本講好每個月要給你一萬 他沒有給你 那你就可以拿來這個調解筆錄 到國稅局去查詢 這個被告他的這個財產的資料 然後透過法院來去做一個 一個強制執行 好總之 如果萬一發生車禍 好先不要緊張 第一件事情報警 第二件事情在六個月之內呢 要提出一個刑事的告訴 在民事求償方面呢 可以先嘗試用調解的方式來進行 好很感謝今天各位觀眾的觀賞 好有什麼問題呢 很歡迎大家呢 來加入我們的LINE8 好來做進一步的查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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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